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很难看见后面的车框 更别说长度较长的七人座 货车 那更是看不见 你问看后面路况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在路上没骂过人 那你肯定是被骂的那个人 清楚四面八方车框是每个驾驶必备的 侧边的后视镜 因照射角度关系 会有一定程度的死角 如遇到机车钻车 后方车辆要求让道 紧急状况时 清楚掌握后方车框 都能非常有帮助地进行防卫驾驶 大麦电子后视镜行车记录器i8 选用的联勇晶片 稳定度 大受好评 前镜头4K画质Starvis IMX415 后镜头2K画质Starvis IMX675 都是用Sony的感光元件 更用到了二代星光级感光元件 不计成本的后果 就是画质搞得像单眼拍出来的 录影画质为前镜头4K 30fps 后镜头2K 30fps 喜好高阵数用户 也可以调整为前镜头2K 60fps 后镜头1080p 60fps 还有11.26寸的触碰荧幕 宽度足够 让你可以清楚看见后车动态 更可以分割前后镜头荧幕 不过 我通常都是只开后镜头 另外 请不要拿虾皮上两三千的那种 来跟大麦i8比较 除了画质及感光元件 直接最有感的就是触碰的感应受滑程度 以及神盾级GPS精准图资 当你接近测速照相位置时 会显示在荧幕的左侧 清楚地告诉你距离测速照相时速 当前时速是否超速 距离多远 本体安装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绑带式 将底座滑轨安装进本体后 直接透过绑带将本体安装在原先的后视镜上 第二种粘贴式 底座原厂已经有附好GM粘胶 直接粘上玻璃即可 第三种 后视镜专用支架 会依照不同车型 直接跟车行选购即可 后镜头的部分 后镜头是防水的 安装在车内或车外都可以 安装在车外的话 位置大多都是在后车牌灯旁 车内的话 位置会是在后挡风玻璃的车顶上 但容易受到储物线或隔热纸 导致画质受影响 但其他功能都会是正常的没问题 建议还是将后镜头 安装在车外 效果比较好哦 第一次刚开i8萤幕时 愣住了一下 本能把自己眼镜拿下擦一擦 因为荧幕上显示的 似乎比自己实际看前方还清楚 在夜晚的耀光 HDR辅助 以及4K画质 还防眩光 让画面清楚的令人吃惊 之前本来都是另外用手机 安装大麦测速照相APP 用来提醒自己测速照相 或区间测速 但就是要时刻记得把APP打开 而且要打开声音 开车准备时间就又多了几分钟 但现在换了i8 不用这么麻烦 上车 过电 行车记录器ready 测速照相 提醒ready 防眩光后视镜ready 不管测速照相 科技指法 或常见的取缔点 都能清楚地提醒 而且准确率极高 不会你在北上 却提醒你南下的 高架平面 在大部分情境 也都能判断正确 不会胡乱叫 画面设定也非常容易 只要像滑动手机这样 由上到下滑动 就可以把设定档案界面叫出 很直觉地做调整 众所皆知 大卖全系列产品的功能强大 如最好用的APP没有之一 快速蓝牙连接 逐个影像放大 5G Wi-Fi快速传输档案 害得我每当我去使用其他品牌 行车记录器厂商的公版APP 我的鹿怒症就会压起来 另外i8也支援停车监控功能 只需要另外购买电力线 就可以去做到停车监控功能 让你熄火停车后 继续使用电瓶的电 来做到类似烧兵模式的功能 电子后视镜行车记录器 我一直认为 是行车记录器的最完美解决方案 整合前挡风玻璃的机器 减少视线死角 并且取得完整后方车框 我自己就因为i8后方影像 提前发现了好几次的机车转车 因为机车若贴在你的右后方 你的右侧后视镜是看不见它的 车内后视镜更别说 会被C柱挡住 这时候有电子后视镜 就可以有效地做好防卫驾驶 电子式后视镜刚安装后 会需要适应 车内会多了一个发光的东西 不过相信我 你会习惯 然后感谢有它 i8也会根据环境自动调整亮度 不至于让你不舒服 若真的很不舒服 也可以关闭荧幕 测速警报也不会受影响 i8非常贴心 当测速警告触发时 仅会亮起测速警报的区域 不会让整个画面亮起 影响驾驶 你会说你把电子后视镜讲得那么神 为什么不是大家都装电子后视镜 主要还是因为CP值和价位 市场上普遍都要破万元 更别说高画质4K版本 甚至来到了1万8 2万多元的价位 但这次争取到的i8全市场首卖团购价钱 相当漂亮 不用为了预算而牺牲画质 画质是保障我们行车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当遇到赵陶 或需要对方车牌的时候 被而不须 有备无患 Watch Out是全台湾最大的行车影像分享平台 在我们的网站中 可以透过地图快速拖拉 放大 去找到发生事故的路口 完成美和 协助厘清事故过程 他在路 我在路 立即投稿 Watch Out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